女孩名叫小花 她从小便没了父母 只与祖母相依为命 祖母的离世 给小花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从祖母离世的那天起 小花白天上学 晚上打工维持生计 同时 一段段古怪的画面 也常常出现在了小花的梦里 于是这天晚上 警察将棋找到了小花 她向小花询问了小花的近况 又画风一转 询问小花最近是否梦到了什么 小花一口否认 自己最近有在做梦 她现在只想要正常的生活 不希望任何的麻烦找上门 将棋见小花不愿意说 也便不再强迫 但不想这天晚上 诡异的梦再次侵扰了小花 小花在梦里遭遇了武士的追杀 她一路的逃 终于被一个神秘的婆婆给救了下来 婆婆预言 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 武士将会找到自己 并将自己击杀 她递给了小花一封信件 希望小花把信件交到某个地方 就这样 小花亲眼看见婆婆死在武士的刀下 她从梦中惊醒 醒来后发现 身旁没有信件 也没有小雪的身影 小花将这一切全当是梦 于是照常的来到学校 女个爸手中有小花的把柄 她要小花在一定期限内 抽出钱来 否则将会把把柄公之于众 小花没有能力反抗 她无助地朝着教室的方向走去 却发现自己在梦里受的伤 居然真的出现在了自己的身上 小花一拳一拐地继续行走 她在这一刻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在梦幻之中 小花好像看见了江琪 于是晕倒在了地上 江琪就这样带走了小花 他们来到一处隐秘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有一个女人 样貌与小花梦中的婆婆一模一样 她向小花确认了梦里的信息后 便有了决断 婆婆交代完这一切 便与小花聊起了命运 小花并不幸命 但婆婆却告诉小花 所有的一切都早已有了定数 他们之所以能找到小花 知道她身上发生了一切 并不是做了什么调查 而是因为这一切的一切 都被记录在了一本书上 书上记录了人类至今为止的一切 她与郭子一脉相承 动小宇宙万法的源头 人类的过去的一切都记录在侧 而更重要的是未来 婆婆语出惊人 让小花这个普通的女孩感到惊恐 她惶恐不安想要逃离这一切 可就在这时 婆婆却告诉小花 小花具有改变未来的能力 小花一时间难以消化这一切 但婆婆等人也并不是非常着急 她们让江琪将小花送回家 在半路中 政府忽然颁布法令 从今天起 日本将进行计划性的停电 并要求国民尽量地不要外出 小花回到家中 忽然一场地震爆发在日本岛上 因为计划13的实施 这场地震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 这印证了小花的力量 确实有拯救世界的潜质 可是小花却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她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巧合 而且她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也让小花无法去承担那么巨大的责任 就这样小花照常了上学 而这一天 学校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活动 她们要学生们去挖出 几年前埋下的时间胶囊 看着自己曾经埋下的东西重新出土 小花有了一些感慨与感悟 人的生命既然在不断地成长 命运既然已经定下 可当自己慕然回首时 又何尝没有一种新奇与美好 于是小花询问阿剑 如果距离世界末日还剩下两个星期 她会怎么做 小花得到了鼓舞 她打电话给江琪 表明了自己愿意拯救世界的决心 就这样小花被分派了任务 就是将梦中所发生的 一五一十的全部说出来 婆婆将会根据梦里的事做出判断 并执行相应的应对之策 她们错影清泉 却发现周围失衡遍野 不过小雪却对这一切感到习以为常 在他们那个时代 死人是随处可见的 忽然远方传来一声声嘀吼 小雪发现 是一个男人被捕兽夹夹夹住 她叫小白 因为长得丑 被村里人抛弃 小雪带着小花来到了一个村庄 村子里的人已经全部死了 而小雪则要带着小花去寻找祠堂 可不想还没有等他们找到祠堂 武士便先一步地抓到了他们 武士将信件没收 并翻开来查阅 他读完后便将信件丢在地上 他知道了小花是被婆婆送来阻止战乱的后 武士便要杀了小花和小雪 趁着小白和武士们搏斗 小雪连忙捡起地上的信 并带着小花一同逃回树林 听完了小花的梦 婆婆再次做出了判断 婆婆做完了这一切便告诉小花 书上记载的并非是事实 而是思绪 小花在梦中行动 实际上是回到了过去 跳进了思绪之海 在那里所做的一切 都会影响到过去的人的思绪 而那些思绪将会推动着往后的思绪 从而改变未来 聊完了这些 婆婆便送客了 小花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可不想在半路上竟被日本的官员 知智史拦下 知智史想要单独地和小花聊两句 却又被江琪打断 知智史对江琪十分不满 更确切地说 她是对用迷信的手段干预政治感到不满 就这样 江琪带着小花回到了家中 并在第二天 给小花的身边安排了几个保镖 几个保镖围绕在小花的身边 使得一向存在感薄弱的小花 一下子成为了众人目光的焦点 而这也激起了女恶霸的不满 女恶霸要小花将秘密告诉自己 否则她就会公开小花的把柄 保镖救下了小花 可是小花却重新回到了恐惧之中 她恍惚地来到走廊 却忽然做起了白日梦 小雪和小白带着小花一路逃窜 他们逃到山崖 看着一望无际的浩瀚星空 不禁一同坐下观赏 小花将自己携带的零食分给了小白与小雪 在他们的欢笑声中从梦中醒来 就这样 再次做梦的小花 由保镖带着去见伯伯 在路上 保镖对小花的际遇表现出理解的态度 因为她在上学的时候也曾遭受过欺凌 不过后来她学会了反抗 保镖觉得小花也很勇敢 并希望解决了末日事件后 能和小花成为朋友 小花第一次感受到温暖 欣然的同意 可就在这时 眼见着女保镖被瞬间秒杀 小花拔腿就跑 可她又怎么跑得过这个健壮的男人 眼见着保镖死在自己的面前 小花这才认出来 男人就是自己梦中的那个武士 武士没有再对小花动手 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要出现 就又突然的离开了 只留下了左伯的尸体 而也就在这时 小花想起了婆婆先前的预言 也就是说 婆婆和江琪等人早就知道左伯会死 知道了这些 小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 伯伯告诉小花 在无限背后的那个人 就是想要摧毁世界的那个人 找出那个人 就是小花心的任务 婆婆将小花催眠 并开始时时追踪小花的梦 于是 当小花在梦里醒来时 她遇见了一个神秘的少年 少年一语就倒破了小花等人的目的 并主动请婴 要带小花等人找到祠堂 小花、小白、小雪和拉奇 就这样一同上路 他们一同走过大草原 来到富士山脚 可就在这时 小花的眼前忽然出现了新的画面 一个似未来人的女人 与不知名的声音进行着对话 小花将眼前的变化告诉给了婆婆 却没有想到 她这么做竟被拉奇察觉 小花的眼前开始变得混乱起来 她一时在婆婆的身边 一时又回到了梦中 她一时仿佛还在家里 一时思绪又回到了过去 直到梦中的拉奇不见了踪影 小花的危机才终于解除 梦境中的小花等人 终于来到了祠堂前 她将信件交出 并被准许走进祠堂 小花在梦中看到了过去 那是她为了筹祖母的医药费 而这一切都被女恶霸拍下 当小花醒来时 婆婆已经启动了下一个计划 在世界末日之前 没有人在意小花的感受 于是小花独自一人离开了婆婆的基地 第二天 首相用迷信干预政治的事在日本传开 将其找到小花 告诉她 这一切都是知智史所为 但这现在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将其现在要带小花去她梦里的那个祠堂 一来到祠堂 小花的梦就变得清晰了起来 她和小雪完成了任务后 便回到了武士的府上 婆婆告诉小花 下次再在梦里见到小雪 一定要阻止她 哪怕是杀了她也可以 因为小雪就是毁灭世界的元凶 小花不能接受这件事 这些天里 她和小雪相依为命 早已将小雪看作是自己的亲妹妹 于是小花离开了基地 独自一人在街上狂奔 却被一群混混给围了起来 好在危机关头 将其救下了小花 她向小花透露 其实自己并没有家人 甚至于自己的一切身份都是假的 那些都是为了工作而进行的伪装 但如果世界末日要来 她希望能够向小花坦白 直至时抓住了小花 她想要知道将其等人的下一步动作 因为只要知道政敌的行动 她就可以先一步进行部署 好保持自己的官位 甚至更上一层 看到小花的觉醒 无限再次登场 无限告诉小花 这个世界不过是一场虚幻 唯有心情才是真实的 所有的虚幻的生灭 唯有在思绪上产生变化 才能被感知 而反过来 只要抹去了思绪 则这虚幻的世界 纵使是终结了又何妨 就在小花想要了结这一切时 阿剑忽然打断了小花的动作 她想要知道 小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是小花却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愤怒 她同时也意识到了 小雪就是她自己 这天夜里 婆婆找到了小花 她放弃了拯救世界的行动 并告诉小花 其实她的力量来源于血缘 小花的母亲 曾经也是一名轮回师 甚至于她的祖母也是 小花不明白 如果母亲也是轮回师 那么她应该能够改变未来 为什么还会死去 而婆婆很快便为小花解惑 原来 小花原本只有七年的寿命 是小花的母亲 为了改变小花的命数 牺牲了自己与丈夫 小花的父母 都是为了小花而死的 小花醒悟了过来 到了第二天 江琪出现在了小花的家门口 原来江琪并没有死 她是来保护小花的 小花的事已经在网上传开 到被官方集结力量进行毁灭 小花来到婆婆的基地 她要再次回到梦中 与小雪进行和解 小雪发动魔力 世界乱成一锅粥 小花这才知道 原来江琪就是小白 小花在梦中被唤醒 这一次 她亲眼看着婆婆 死在混混的手下 无限再次出现 江琪也死在了小花的眼前 但小花却没有阻止 她等待着世界的终结 等待着她自己开启的终结 未来的人来到这片土地 她从地底找出了小花的录音带 在录音带里 未来人听到了小花的无助与希望 她接住了这根希望的细声 用自己的一切 去改变那个已经终结了的世界 她除去了一切危害 让小花与小雪 在原生家庭的环境下 在原生家庭的环境下茁壮成长 世界便朝着圆满眼镜了 嘿 燕滨 好 炒到滋滋冒游的肉串 新出锅的清淡素面 肥香软糯的大肘子 再搭配上鲜榨果汁 高雄市这边有很多这样烟火气满满的小摊 而在这一切的尽头 是祭拜光二爷的文恒圣地庙 对关公的崇拜孤已有之 甚至会出现黑白两道 同时将关公视作守护神的盛况 帮派分子们大声讨论着 看人时自己的勇武和同伴的怯懦 似乎自己永远是那个 刮骨疗毒和威震滑下的官二爷 却从没想过 自己也会有败走卖城的一天 意气和热血于他们而言只存在口中 实则已经在商量黑吃黑干掉同伴 此时天降正义 一名杀手从黑暗中出现 以鬼魅般的姿态接连出刀 刚才还吹牛的几人 连呼救声都没有就已经咽气 做完这一切的男人 大步迈出官地庙 和家平安万事如意的字眼 似乎和他无关 没有在街边小摊上驻足 提着包静止走进一家高档酒店 男人叫阿龙 是道上九富盛民的杀手 洗完手就像无事发生一样 包起小笼包 而在社团大哥的安排下 阿龙连夜赶往东京 执行另一个任务 这里的繁华更动人心魄 街边的风俗店的女孩也更诱人 只是阿龙目不斜视 死死盯着照片上的人 作为专业杀手 他只需要考虑时间地点和目标 趁夜来到一处民房 从后门进去 穿过杂乱的化妆间 隔壁就是夜店 女郎们放肆展示着年轻的肉体 男人们毫不遮掩地大饱眼福 人群中那个黄毛 就是阿龙的目标 此时黄毛显然没察觉 死神已经降临 阿龙一刀戳出 却发现根本扎不进去 而且身边已经围过来几个凶神恶煞的大汉 阿龙被套着头当场带走 渐渐感受不到夜店的喧嚣 整个人被捆好 装进麻袋 行刺失败是因为有内鬼出卖 阿龙的护照被烧掉 还白白挨了一顿打 黑帮大哥以为就此能平安无事 没想到被他的司机捅了一刀 而司机口中不断喃喃自语 说着什么 把我的女人还给我 众人不解其意 阿龙则趁乱滚下山 消失在无边夜色 捅了大哥一刀的司机也掉头逃跑 只听背后响枪 却根本不敢回头 在停下时 已经和阿龙脸对脸 司机已经背后中枪 临死前将匕首放在阿龙手中 而尚未搞清楚情况的阿龙 只能选择逃走 保住命才有机会报仇 庞陀大狱中 一个身受重伤的人没有太多选择 四周都是搜寻他的社团人士 唯一选择就是钻进货车厢躲着 祈求运气好到不会被发现 还好黑帮的检查没那么严格 阿龙成功闯过层层关卡 天再亮气时 阿龙在一处年久失修的民房亭下 看样子这里人烟稀少 应该不会有追兵 之所以这里如此荒凉 屋子里半人半鬼的隐君子们 已经说明一切 有些人还没凉透 苍蝇就已经爬满 阿龙也终于体力不支 晕倒在路旁 他是被一个小男孩叫醒的 男孩名叫君君 递给阿龙一瓶水 等阿龙接受善意 便转身跑开 过了一会儿 君君又拿来一堆消毒水和纱布 等阿龙收拾妥当 又给他抱来几件衣服 这些应该是妈妈的衣服 阿龙的健硕身材穿不上 只好整着衣服 又沉沉睡去 在醒来时 君君扔下大葱和茄子 就急匆匆跑开 阿龙明白孩子的心思 他也实在不想拎着一堆菜逃命 在周围转了转 感觉这里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人烟 从地上捡起人家不要的催具 找了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屋子 打算就在这里收拾收拾住下 水龙头里还能流出干净的水 洗了洗脸上的血污 顺便把锅和勺子洗干净 窗台上的调味品 应该还没过期 阿龙出去拿孩子给他的菜 君君也跟了进来 盯着阿龙用小刀处理茄子 还是一句话不说 屋子里大概是不通电 阿龙就在门外架起火煮饭 问小孩是从哪里来的 君君也不答话 就是愣愣的看着阿龙 作为报答 煮好的饭先给君君盛了一碗 而阿龙的手艺 也确实没辜负君君一番苦心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到老乡 这时君君被一个女人叫走 他给了君君一笔钱 好像是让他去买些什么东西 阿龙没有多事 只是一路默默跟着 从君君拿着钱穿过小巷 从停车场的男人手上买到后 随后便回了乱糟糟的家 女人看到君君就像看到救星 颤抖的手打开盒子 却被跟来的阿龙夺走 阿龙狠狠给了女人一耳光 他知道这是毒品 现在身边没有什么特效药 只能用冰水让他冷静下来 锅里的饭还在煮 见孩子怯生生站在一旁 阿龙盛出第一碗 还是递给君君 可君君却一把打翻 再乘一碗递过去 这次君君没拒绝 还端着碗回家 他要让染上毒瘾的妈妈吃饭 可女人大声叫喊着 给自己解开绳子 女人名叫莉莉 在阿龙的印象里 见过很多这种女孩 她们无一例外 不是被毒品控制人生 有误入歧途的 有自甘堕落的 阿龙现在没有办法 夜深人静时溜到街上 见一辆打着双闪的车窗户没关 悄悄从车里拿出手机打回家 听到阿龙在日本 可护照又丢了 女人说30号那天 会有偷渡船在横滨港口 但是必须要跑路费30万 否则免谈 没钱的阿龙只能挂断电话 继续回到残破的小屋煮饭吃 大雨不能阻挡他做饭的热情 今天君君没来 所以第一碗饭就自己先吃 刚放下碗 饭香味就引来一位大伯 香味让他顾不得礼节 端起碗就喝 瞬间感觉阿龙就是煮饭仙人 随后硬是拉着阿龙到自己家做饭 大概会做饭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东西 阿龙的手艺 让这位日本大伯赞不绝口 邻居们尝过以后 发现阿龙果然天赋异禀 热情邀请他 晚上去家庭聚会上帮忙 油炸肉排 手打牛肉丸 秘制小馄饨 阿龙的手艺已经征服所有邻居 大哥大姐 大叔大婶 无不交口称赞 根本停不下筷子 美食与语言无关 只要饭菜质量够硬 总会有顾客的 得知阿龙现在还在废弃的屋子里住 好心的邻居们 没往杀手那方面想 都觉得他一定是有苦衷 既然吃了阿龙的饭 当然要帮忙帮到底 不但答应会帮他把屋子通电 还承诺提供新鲜的肉食和蔬菜 帮他开起来属于自己的小吃摊 过去杀人不眨眼的阿龙 现在已经成为邻居口中会做饭的可爱小龙 这样的热情让阿龙一时有些无力招架 可内心好像有种很坚硬的东西在慢慢化开 光做一顿饭哪够 邻居们都邀请小龙 有机会也去自己家做饭 就这样 小龙用板车拉着邻居们的善意回了家 另一边 莉莉似乎已经戒毒成功 愿意耐心吃饭 君君一口一口的喂 她就一口一口的吃 阿龙此刻有些拿不准主意 再有几天就到30号了 可总共就剩这么几张钱 什么都不够的 可也许她已经不用费心考虑回去了 天一亮 邻居们就带着各样工具冲到家里 大哥大叔帮忙修整屋子 大妈大姐就收拾旁边的垃圾 每个人都想小龙厨师能生活得更好 还不到中午 邻居们又带着肉和海鲜过来 炊具和调料也没落下 甚至还有衣服和鞋子 为了感谢大家 阿龙再一次展示厨艺 炖了牛肉 擀了面条 邻居们吃了都说好 竟然收拾出一辆小车 专门用来让阿龙卖牛肉面 大马路上不让摆 车站又太偏僻 邻居们决定 明天去和寺里的方丈商量商量 看看能不能把小摊摆在庙门口 阿龙有些懵 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干 只是做了一顿饭 竟然能收获如此多的善意 阿龙的牛肉面摊终于开张 老老少少都被中华美食征服 年纪大的忙着吃面没空说话 小年轻们还是吃饭前先打卡 军军懂事的帮阿龙洗刷碗筷 看到小龙厨师生意这么红火 邻居们倍感欣慰 考虑着要再帮阿龙宣传宣传 而最爱张楼的小哥 甚至叫来一帮好友 穿着同款衣服跳舞 吸引吸引客人 一切都在好起来 阿龙每次收摊时 军军都在后面懂事的帮忙推车 一大一小 一快一慢 生活就这样平静温柔 走到半路累了 就坐在河边吃冰棍 现在的莉莉已经基本恢复健康 吃饭时不再需要军军帮忙 可她偶尔还是会想起过去那些不堪 彼时的莉莉出到日本 靠出卖肉体为生 妈妈桑拿着信封过来 给女孩们发工资 可唯独司机却没有 理由就是前几天把车撞了 要扣掉工资抵债 好心的莉莉在所有人都走后 抽出自己的钱递过去 可司机要强地塞回去 俩人都没再说什么 心里却不再一样 天亮后 司机大着胆子跟过来 结结巴巴对莉莉表示感谢 而莉莉大方地请司机吃中餐 其实两个人语言不通 只能听懂对方说的一些很简单的词 在深奥的内容 就要靠动作笔画 莉莉说自己想成为芭蕾舞者 司机就在午夜街头拥吻为她加油 两颗孤独的心就这样靠在一起 也终于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 她甚至不明白高雄市是一个地名 还以为是哪个欺负莉莉的人 想过去打一顿帮莉莉出气 从此 两人就像正常情侣那样 会在阳光下约会 会在午夜的喧嚣后紧紧相拥 司机开始挑选精致的项链 莉莉却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可是在这种地方 爱是没用的 司机被打到吐血 莉莉也被强行掳走 碰了店里的女人没有好下场 眼睁睁看着莉莉被带走却无计可施 而莉莉终于无法忍受 在某个夜晚偷偷逃了出来 无家可归的她 在东京更是举目无亲 只能在街头狂奔 腹中的胎儿更是让她疼痛难忍 为了吃喝 莉莉不得不重操就业 就算外面还躺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孩 莉莉也只能满面娇羞跪坐在榻榻米上 为了生活 她每天都要和不同的男人过夜 本以为生活已经够糟烂了 可这天却发现 光头给她注射了药物 从此以后 染上瘾的莉莉就被光头控制 态度也从一开始的拒绝和厌恶 变成期待乃至渴望 到后来甚至见不到光头就像发疯一样 满心期待 下一个进来的客人是光头 而光头却好像失踪一样 再也没有出现过 要引发作的莉莉 拿出手机疯狂打电话 却怎么都联系不上光头 实在没办法 随便套上一件外套 跌跌撞撞冲出小巷 把钱递过去 这才换来她想要的 等莉莉回去才发现 可怜的孩子正在走廊哭闹 他们被房东赶了出来 孩子的哭声更让她厌烦 想来那样的日子 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现在的莉莉有阿龙帮助 借掉药饮 军军也已经长大 生活重新开始有了希望 另一边 阿龙收拾着邻居们送来的衣物 看样子都挺合身的 她要做出更好吃的牛肉面回报大家 可墙上的日历显示 距离30号越来越近了 再次出摊的阿龙 依旧收获大批顾客 再加上有邻居们疯狂懒客 阿姨们简直要迷上这位 远道而来的小龙厨师 军军干活很卖力 就算累到满头大汉都不肯停下 如此努力的一大一小 怎能不叫人喜欢 可阿龙心中隐隐有种担忧 好像会有大事发生 这天摊上来了个不速止渴 这不就是当初刺杀失败的黄毛吗 阿龙握紧了刀 随时准备发起攻击 还好 刚才的一切都是做梦 阿龙担心的事并没发生 最后一天的摆摊生涯也顺利结束 没有杀手 没有黄毛 没有社团大哥 甚至晚上 还能和大伙一起在台下看戏 邻居们报名参加了戏剧比赛 虽然不懂他们到底在演什么 可阿龙觉得大家都挺认真 表演结束后 邻居们拿了三等奖 商量着明年让阿龙也一起参演 说不定能排练个蜘蛛侠什么的 毕竟阿龙的身手那么好 三等奖的奖励是几张旅游票 大家决定让小龙和莉莉 带着君君出去玩 阿龙依旧面无表情 天亮后就是30号了 可他攒的钱还不够30万 坐不了船 只能先出去转转 一路上君君兴兴致都很高 拿着相机到处拍 这里的建筑风格和老家很不一样 阿龙也看不懂 可他觉得此刻的莉莉特别有吸引 坐泥塑的三人特别用心 有着一家三口的既视感 男女有别 阿龙带着君君享受温泉 直到泡够了 才想起换衣服交给莉莉 简简单单吃顿午饭 阿龙并不多话 莉莉也没开口 只有君君看着眼前的俩人不住发笑 下午没再出去玩 阿龙陪着莉莉打球 阿龙杀人时那么干净利落 现在却搞不定小小的乒乓球 君君的脸都要小开花 天色更晚了 阿龙累到睡着 莉莉和君君却在门口 听着她的呼噜声偷笑 难得的亲子时光显得如此深贵 而旅行回来的阿龙 给每个邻居都准备有礼物 尽管还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可大家都很感谢可爱的小龙厨师 对君君还是那么热情 只是染过毒瘾的莉莉 始终得不到认可 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陪笑 阿龙为邻居们做好饭后 送莉莉母子二人回家 长时间地相处下来 两人心中已然暗生情愫 阿龙的身影消失在黑夜中 可莉莉怎么都睡不着 看着白天三人一起坐的杯子 如果阿龙能搬过来住 是不是就有一个完整的家 于是这一天摆完摊 正收东西时 莉莉主动找过来 看似是来接君君 实际上是帮阿龙推车 多一些接触机会 回家的路上 看到棒球场里 同龄的孩子们都在自由玩耍 君君露出羡慕的神色 阿龙也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 放下小车 去球场里找教练 商量能不能让孩子和大家一起玩 一大一小相处如此和谐 莉莉忍不住傻笑 教练给君君安排了扔球的位置 让他熟悉棒球 而阿龙也在有空时和君君一起玩 打中与否不重要 重要的是陪伴 既是陪着君君 也是陪着莉莉 或者说 莉莉君君也在温暖着阿龙 经过阿龙培训的君君 在比赛上大杀四方 邻居们疯狂给君君加油 虽然还是疏远莉莉 可阿龙也懂事的站在更远处 避免莉莉尴尬 君君竟然真能打完整场比赛 连阿龙都忍不住欢呼 回去的路和往常一样 可阿龙总觉得 有哪里不一样 他和莉莉相处得越发默契 甚至再次出滩时 都会三人一起 莉莉会故意坐在小车上捉拢阿龙 一家三口就这么打打闹闹 如果没有外人干扰的话 他们会一直幸福下去 阿龙也不必再想着攒钱回去的事 可就在这一天 莉莉远远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就是当初给她注射的光头 瞬间脸色暗了下来 她怕看到光头 更怕因为光头的出现 破坏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 如果可能的话 她不希望君君和阿龙知道过去的事 于是选择悄悄留下 目送一大一小离开 君君懂事的挥手告别 莉莉跑了很远 才绕路回家 而光头已经不怀好意的找上门 挥手挥脚的莉莉 整个人几乎都要缩成一团 光头告诉莉莉 她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 随后便砸碎三人一起做好的杯子 就像砸碎的莉莉 好不容易才拼凑完整的心 阿龙和君君还在努力卖牛肉面 却没想到家中的莉莉已然遭难 光头这种人渣 不能容忍有人比她幸福 更不能容忍一个 曾经被她控制的人比她幸福 甚至还告诉莉莉 她会用各种手段料理阿龙和君君 以此要挟莉莉回到自己身边再被控制 不知阿龙真实身份 莉莉只能选择妥协 放弃一切反抗 呆呆地看向窗外 注射过的针管已经被扔到一旁 莉莉甚至无心抱怨老天不公 如果老天有眼 为何不劈死这些坏人 更可恨的是 光头竟然还感到面瘫挑衅 此时莉莉正趴在地上收拾杯子残片 试图拼凑出原本的形状 可破镜怎能重圆 终究徒劳无功 莉莉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 无力感几乎让她窒息 再也没有任何反抗命运的想法 吃完面的光头扔下钱 随后便打了个电话摇人 准备叫她认识的那些社团人士收拾阿龙 当阿龙和军军回家时 莉莉已经没了呼吸 阿龙似乎已经明白什么 门外传来吵闹声 是光头带人在拆她的小推车 混混们对邻居拳打脚踢 完全没有把人当人 阿龙的噩梦似乎已经应验 而除了这几个混混 还有更多的黑道向自己走来 邻居们全都被吓到不敢出声 阿龙知道是时候了 脱下帽子盖在军军头上 很久没有出鞘的小刀再次出现 把这些为非作歹的人渣 全送去见上帝 也许在法庭上 这些人罪不至死 甚至还会有律师 用所谓的人权为他们做辩护 可那些被他们毁掉整个人生的人 甚至已经失去生命的人 又会有谁为那些可怜人辩护呢 原谅他们是不需要的 阿龙会亲自送他们去见上帝 一步一刀 一刀一命 以牙还牙 血债血偿 曾经要暗杀的黄毛 成为阿龙的人肉盾牌 冲过去一刀封猴 终于解决所有麻烦 邻居们不敢相信 眼前的煞神 竟然是相处很久的小龙厨师 但事情稍稍平息 所有人都默默看着军军和那些碎片 没有多余的话 只是大伯好心告诉阿龙 应该快点离开 再后来 阿龙终于又回到高雄 还在杀手这行混 社团老大又给他一个新任务 今晚8点 别姓饭店 505号房 阿龙接了任务 他是杀手 只能靠这个吃饭 可转头竟然看见 对面街道上 出现几个熟悉的身影 是当初的邻居们 还有军军 他们到高雄找自己了 而邻居们也已经看到阿龙 兴奋地挥手打招呼 在大家心里 阿龙就是阿龙 就是厨艺超棒 还会做牛肉面的 可爱的小龙厨师 不顾马路上的湍急车流 大哥大叔 大姐大妈们 不断鞠躬道歉 却用身体拦下每一辆车 终于给军军 凭空造出一条通道 阿龙见状快步跑过来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蹲下身紧紧抱着军军 埋怨他不该随便乱跑 埋怨大家不该随便乱跑 所有人都哭成一团 尽管可能不知道对方到底在说什么 可千言万语都已会成两行热泪 后来军军成为阿龙的儿子 和所有父亲一样 每天都严厉地告诉军军 上学不许迟到 而军军每次都乖乖听话 然后把一张照片整整齐齐摆好 才会出门 那段回忆是他的唯一 也是阿龙的唯一 龙先生是张震难得不用为打戏 提前准备的电影 所有暴力情节只用四小时就拍完 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两项提名 而张震也在电影节对饰演莉莉的姚以提道歉 毕竟那一巴掌是真打 也许是人设限制 作为男主角的他 从头到尾都面无表情 这一点与女主角正好相反 姚以提的哭戏笑戏 乃至面无表情戏都极其丰富 而张震必须在不到20句的台词里 用近乎面瘫的表情 通过不起眼的细节 传达紧张 无奈 愤怒等情绪 着实够为难的 在美国遇到碰瓷怎么办 混黑道的山本给出完美答案 山本不远万里 从日本来美国 可惜他不会讲英语 出租车司机问他 想不想找漂亮美眉 他也不知道如何回应 但兜里有钱 走遍天下也不怕 财大气粗的山本 见人就给小费 出租车司机有 服务生也有 讲究的就是一个见面有礼 大额钞票足以让所有人见到他都大献殷勤 这次来美国不是当善才童子的 主要是来找弟弟 餐馆老板说 弟弟之前确实在这上班 但是后来听说惹了不少麻烦 就把他开除了 还好店里的小年轻和弟弟有几分交情 告诉山本 他弟弟现在住附近的街区 听说是几个黑人混在一起 做些违法勾当 山本顿觉心中不妙 正琢磨要怎么劝弟弟改邪归正 迎面就撞上美国式碰瓷 小黑故意摔碎酒瓶要赔偿 嘴里还一口一个法克 这套把戏他见多了 玩碰瓷 小黑还嫩点 可人在他乡 一下飞机就遇到这种事 山本难免陷入对家乡的回忆 一段时间之前 他还在日本呼风唤雨 是个中小型帮派的头目 手下也有些忠心耿耿的小弟 不过火拼状态没持续太长时间 社团龙头老大 在这种时刻还喜欢到处抛头露面 小弟们不得不跟着风声鹤唳 见人就拔枪 每次来这种地方 老大都很开心 有漂亮美美左拥右抱 瞬间感觉年轻二十岁 甚至当着手下的面抱怨 在家总是跟黄脸婆大眼瞪小眼 没出来玩有意思 老大饮酒做乐时 山本丝毫不敢大意 在他眼里 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刺客 这个服务生也确实是敌对帮派派来的刺客 出了这种事 就算老大扫兴也要立刻送他回家 毕竟对一个帮派来说 龙头老大一旦出意外 就是动摇根本的大事 最近连方开战 兄弟们都觉得累了 想着要不要和人家商量停战 毕竟都已经这个岁数 不是年轻打拼的时候了 山本嘴上说着 兄弟们现在没血醒了 可心里也真不希望 方会里再出什么幺蛾子 老大要是不花心 也就不叫老大了 还没到小三家 就遭遇枪击 当场毕命 兄弟们举办了盛大的葬礼 纪念这位好色的大哥 然而前来吊咽的 除了自家人 还有敌对帮派的九松家族 就连警方也有专人到场 劝大家识时务 不要再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山本不敢对警方发火 可看着敌对帮派的人还敢打红色领带 当场就想翻脸开大 只是整个帮派大势已去 好兄弟已经自断意志 对敌对家族表忠心 他上有老下有小 又有一群小弟要照顾 没有太多路供他选择 尽管山本大骂兄弟不想一起 老大尸骨未寒就加入敌对阵营 怒意上来 甚至要拔刀砍了兄弟 兄弟终究还是带着一帮手下 加入敌对阵营 经过几道必须进行的流程后 兄弟圆田正式成为九松家族的成员 老黑道的规矩是 哪怕老大只路为马 说黑为白 也必须毫不犹豫地认同老大 可二五仔在哪个地方都是不受欢迎的 哪怕他刚为了表忠心切手指 其实加入敌对阵营还不如不加入 好处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本来就和人家不一条心 现在一进去就遭到打压排挤 属于是两面不讨好 而且现在人家要兄弟表忠心 必须杀了山本这个眼中钉 山本二话不说掏出枪递过去 上兄弟现在就打死自己 兄弟知道山本为难 还主动提出 会帮他弄假护照和拆旅费 临走前 山本告诉小弟家腾 兄弟在外面随便找了个流浪汉 砍掉手再毁容 然后烧了尸体 再把山本的驾照扔一旁 这也就足够了 最惊惊的流浪汉一醉不起时 山本终于踏上异国他乡的旅途 从此日本再也没有山本的存在了 念及此处不禁悲从中来 这时弟弟终于和胡鹏狗友们回来 一看见山本就眼神躲闪 显然最近真的有在做文法勾当 见大哥一直不说话 弟弟就想开溜 弟弟是和另外三人合租的 其中一个小黑 就是今天碰瓷的小黑 山本点了根烟没说话 也许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太平了 这是山本在酒店住的最后一夜 服务生殷勤的上来询问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山本没说话 只是脱下衣服露出满背的纹身 没拿到小飞的服务生出门就骂街 但这都不算什么了 让人难堪的是 右眼受伤的小黑终于回来了 看他这副摔样子 胡鹏狗友们没一个安慰的 这个叫丹尼的小黑 感觉山本有些面熟 可在他看来 东方面孔又都长得差不多 一时有点分不清 也不敢肯定 眼前的山本 是不是昨天戳自己那个 面对众人的疑惑 山本还是一脸冷酷不说话 弟弟还有事要出门去忙 反正丹尼受伤了做不了事 就负责留在家里 陪山本喝喝啤酒打发时间 山本倒是一眼就认出这个家伙 可爱于弟弟的面子 他愣是一句没提 晚上还找机会和丹尼玩骰子游戏 规则很简单 猜数字 见小黑漫天胡猜 山本也拿出钱 表示要赌一把 结果不管怎么玩 都是小黑输 短短几分钟就输了好几十 直到山本出去买烟 小黑才发现情况不对 此时的山本正在暗处 紧盯弟弟要进行的交易 本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可对方竟然开始坐地起价 而翻倍的价格 会导致弟弟没钱赚 山本一拳打的对方不省人事 谁都没说话 可又都明白 关键时候还是大哥情 只是一回来 山本就又照着弟弟打了一拳 他没想到 弟弟竟然在美国贩卖白粉 现在已经得罪人了 要弟弟赶紧给拿把枪 为了不给大家惹麻烦 他还想回旅馆去住 可他没想到 对方行动如此迅速 一出门就被抓 手家里的丹尼 还在询问弟弟 刚才到底怎么了 山本已经在敌人的车上出手 山本不但干掉所有人 还带着小兄弟们 找到刚才挨打的那个倒霉蛋 每颗子弹都会跳舞 山本最后真的打死了所有人 这下成功和墨西哥人结下梁子 不火拼也不行了 本来出国是为了避难 结果现在比不出国还麻烦 敲门声响起 山本躲在旁边 一开门就将来人敲晕 这时才发现 竟然是自己的小弟嘉藤 看大哥这副样子 嘉藤就知道 这是又惹事了 面前站着的四个小兄弟 估计也用不上 山本想了想 还是戴上墨镜吧 眼不见心不烦 没过多久 弟弟抱来最新消息 说对方已经主动联络了 明天十点 会在日落广场饭店谈判 这边连嘉藤在内 一共六个人 必须在厕所提前藏好武器 稍有闪失就得团灭 山本和弟弟进入谈判室 主要是山本的意思 弟弟负责翻译 没想到对方提出 可以分出一块地盘 毕竟他们也不喜欢 之前那些毒贩 如果山本不反对的话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这块地盘的老大了 傻弟弟还挺开心的 他没想过事情会这么顺利 但山本可是死人堆里滚出来的 一听这话就知道有诈 使了个眼色 让弟弟先出去拿枪 然而他的预测果然准确 羊鬼子果然没安好心 不多时弟弟回来了 抱怨有人站着厕所 他们拿不到提前藏好的枪 可山本云淡风轻 伤弟弟摸桌子下面 原来他早就有了Plan B 谈判室内打到人马俱碎 外面的嘉藤也顺利干掉对方保镖 所以说学好一门外语是多么重要 现在兄弟们有新衣服穿 有新车座 山本准备以新的姿态 见一个女人 嘉藤抱怨自己搞不清楚 这女人到底是美还是丑 现在对有些搞不懂大哥的格调了 其实之所以山本对这个女人念念不忘 也算是微末之时的真心换真心 话分两头 今天是丹妮妈妈的生日 兄弟们为了厚礼来祝贺 难得见到老妈这么高兴 丹妮有种跟定山本这个大哥的感觉 而送完里的嘉藤闲得无聊 和同样是混黑道的墨西哥人 组了个局一起打球 可他因为个子太小 总是抢不到球 而且也没人愿意把球传给他 好不容易抢到球又突不进去 忙忙碌碌一无所获 一直到晚上人少的时候 嘉藤开始练习投篮 状态上来了 声称自己就是乔丹 不过对方的话 上嘉藤又有种人在他乡的孤独感 没任务的时候 通常都会找个乐打发时间 山本和丹妮今天赌的是过路行人 一个押宝男人 一个押宝女人 无聊的游戏玩得不亦乐乎 赶忙起身到窗前 发现真有一个女人走来走去 定睛一看 竟然就是山本的女友 不知道她到底想做什么 反正随她去吧 现在兄弟们的生意已经越做越大 钱越挣越多 弟弟和几个朋友忙得不亦乐乎 山本却带着女友和丹妮下棋玩 兄弟们如今总是片门产业 赚得盆满钵满 而这一切都是山本带来的 可偏偏就有些小弟见不得大哥闲下来 山本分分钟用老拳教他 做人应该尊重前辈的道理 可当天晚上丹妮回到家 就发现山本被仇家绑架 可山本一点都不害怕 还要求丹妮立马开枪 乱枪打中山本 还好兄弟们紧急叫来医生做手术 确保山本平安无事后 家藤罩着丹妮就来了一圈 这事儿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丹妮 换另外一个人来 未必能处理这么果断 有第一波刺客就会有第二波 有兄弟想劝大哥换个地方住 可弟弟却说山本只喜欢这里 也许是对刚来国外时的定居之所 有些情节吧 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还好没多久 山本就恢复正常 身边保镖也多了几个 有丹妮陪着他一块玩 心情还不错 不过兄弟们最近抓到一个 携款潜逃的小毒贩 弟弟询问家藤的看法 一向不怕死的毒贩 此刻无比怂 家藤没那么多耐心 手洗刀落 瞬间完成切割 晚上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家藤突然打听起 附近一个叫白赖的人 如果能说服他加入帮派 实力会更上一个台阶 弟弟对此满不在乎 因为他觉得自己反正也一样坏 就算跟坏人合作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的山本 有种功成名就后 归隐田园的感觉 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带着丹妮到处乱转 扩展地盘的事 就交给弟弟和家藤负责 白赖觉得 现在的局面都是自己打出来的 不愿意和山本合作 更不愿意当谁的部下 家藤忍着怒意 却说白赖在考虑考虑 如果双方联手的话 实力更强 地盘更大 赚钱更多 房子更大 可这场谈判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大家都要回去了 唯独家藤说 要留下来处理点私事 望着兄弟们离去的背影 家藤再次找到白赖 放低姿态 请求白赖和山本合作 如果可以的话 他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 谁知竟然真的付诸行动 白赖都震惊了 从此以后 打球时永远少了一个队友 白赖带人来给家藤上香祭拜 对山本承诺 愿意加入 山本因为痛恨白赖 没和他握手 但白赖加入后 他那种不择手段的打法 确实打下更多地盘 而且这种不择手段 被用在各个方面 有俩人慕名前来投靠 被拒绝后还喋喋不休 声称自己杀的人 名单排起来有一大圈 白赖邀请那位幸存者上楼 这种蔑视模式 给新人带来极大压力 也招来了不少收黑钱的黑警 山本质问白赖 这样搞是否太过火 没想到他竟然说 自己这样是为了家藤 只有让家族势力不断扩大 才算不辜负死去的家藤 山本听完无言以对 可看着山本走远后 白赖又拿起雪茄开抽 一个人回到房间 小弟送来远在日本的那位 袁田兄弟寄来的信 是写给家藤的 在信里 兄弟说自己处境艰难 虽然也有自己的堂口 但这么久以来 根本就不被人家 当成自己人信任 袁田并非单纯抱怨 他的问题已经严重到要见血 在家族会议上 帮助作为大家长 劝勉大家 继续好好表现 让家族越来越繁荣 原田知道这是在说自己 只能当众自证清白 而挑逝者也被要求 切去手指以示惩罚 故事继续回到美国这边 势力越来越大的兄弟们 开始遭到黑手党的骚扰 他们甚至提出要求加入 还想要分走一半的股份 更过分的是 竟然绑架了山本的女友 山本真就带上枪 一个人赴红门宴 而且没告诉任何人 他要去哪 看到女友的那一刻 心里已经打定主意 可是最终 女友也死在乱枪之下 本就无心帮内业务 现在更不想分出精力 管理帮派 一切事务都由弟弟 和代替家藤的白赖负责 在白赖眼中 有矛盾就要开战 不存在第二选择 这时手下人在餐馆里 发现一名刺客 此人极度嘴硬 怎么问都不肯说是谁派来的 而这一天 帮派里也离奇发生枪击事件 随着帮派的壮大 矛盾会越来越多 有些已经到了 无法调和的地步 最终才发现 是有人从窗外射击 既然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 复仇也正式开始 在一群黑手党的聚会中 服务生眼含杀意 趁对方上厕所的功夫 终于找到机会下手 一旦开始杀人 就是不死不休 白赖告诉大家 如果被黑手党抓到 大概率会被折磨致死 所以要提前准备好小药丸 被抓就吞下 就会毫无痛苦的死掉 众人都对即将到来的大战忧心忡忡 唯独山本还能笑出来 兄弟们果然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被杀 而白赖要坐车离开的时候 透过窗子看见整辆车已经被炸毁 这下连头目都死了 帮派彻底进入白热化阶段 新入帮的成员 甚至还没来得及下车就已经停止呼吸 摊在车里感受着枪火的味道 整地盘抢利益 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每一次都要见血的 终于 山本决定收手不干了 好像一切都没变 还是山本 还是弟弟的三个朋友 可不同的是 他们已经彻底惹上黑手党 丹尼回家时才发现 满门皆被屠卢 山本决定留下面对 可弟弟承受不住压力先跑了 其余两个朋友也接连被杀 弟弟本想回公司拿些钱就走 却发现满地尸体 被拼成一个死字 对方的报复心态昭然若揭 第二天 小黑已经打听到 对方只有一个守卫 那是杀小黑全家的人 山本决定和小黑一起去复仇 自行车就这么大模大样 装在后备箱里 到了地方 山本一声令下 丹尼开始施展传统手艺 假装碰瓷吸引守卫过来 接着山本上去 就是一刀当场捅死 没了守卫看家护院 山本和小黑当即冲进房间 发现里面 只有一个正享用早餐的人 如何处置他是个难题 按照山本以前的脾气 此人断无生还之理 可现在不行 他必须给丹尼留逃后路 绑着白人老头到荒郊野外 竟然给了他一个活命的机会 手枪粘在力气的木棒上 规则很简单 五条铁线 只有一条绑在扳机上 有三次猜的机会 如果三次以后都没能激发 保证会放白人老头离开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一次就上西天 前两次运气都不错 枪确实没响 可在选最后一条时 山本使坏 比出个二的手势 白人老头果然上当 真就选了第二条 哥俩哈哈大笑 但最终也没杀人 车子往更偏僻的地方开了 山本在半路上 却拿枪逼着丹尼下车 被绑在后座的白人老头 只听到几声枪响 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候 山本承认 当初丹尼的眼睛 是自己弄伤的 其实丹尼一早就知道 但他也早就把山本视作大哥 小弟又怎么会和大哥计较呢 就这样 山本重新回到原来的车里 听到枪响的白人老头讽刺他 竟然残忍到连自己人都杀 简直坏到骨子里 山本笑了笑没说话 而是在路上 就把白人老头放走了 独自驾车进入一家餐厅 看到外面突然多了很多车 山本做好准备去迎接死亡 坦然走向门外 枪声响起 黑手党清空了至少七个弹夹 山本倒在血泊中 已经没了呼吸 此时唯一活着的小黑 却根本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 黑手党势力那么大 不管他逃到哪 都会遭到无尽的追杀 越想越绝望 嘴里不断飙脏话 在道上混了这么久 没想到最后会是这个下场 得罪黑手党 谁都得落个横死街头的下场 直到此时 丹尼还不懂山本的苦心 还以为山本给他的袋子里 只装着换洗衣物 打开一看 里面满满荡荡 装的全是钞票 还有一封留给丹尼的信 从愤怒到惊讶 再到如今 兄弟情的真情流露 丹尼嘴里始终骂骂咧咧咧 不是一定要骂人 可此时此刻 只有骂人 才能表达最深的感情 山本之所以 故意让白人老头听到枪声 就是要让他 误以为丹尼已经被杀 而后来放白人老头离开 就是确定了 要牺牲自己拯救丹尼 只有自己死了 黑手党才会停止追杀 一个被迫闯荡美国的社团大哥 一个有情有义的大哥 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哥 从开始到结束 有几个不同的阶段 可偏偏没有大段的台词 和复杂的转场 往往只需要几个镜头 和寥寥几笔对白 就能将这些特质 表达得淋漓尽致 定睛一看 发现大佬 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 果然 经典永远是经典 历经岁月琢磨 依然无比鲜活